你一定不知道千層面可以把剩菜变天菜吧 大家好我是一类抬群妈 又到了我煮饭的时间啦 欢迎回到今天的真给力的好主意 今天我们要来示范意大利的肉酱千层面 你不知道的那一面 它其实也是一道意大利人偶尔会拿来 消化前一天剩菜的料品 先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 今天我们要用的是千层面 而且是Pronte del Metre Inforno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直接用烤箱烤的 因为面有两种 一种是你要先预煮过 然后才可以把它跟白酱还有肉这样组合在一起 那个是湿式湿工 那这个呢就是干湿工法 你直接可以把它跟白酱还有肉这样组装在一起 就下去烤 我们今天用的是可以直接进烤箱烤的千层面 今天想要整合进去的 是我们在菜市场或者是在自助餐店 很容易打包回来的肉燥炒娃娃菜 台式的肉燥它本身口味是偏甜的 所以我等一下希望可以用一些现成的那个番茄酱 来调和它的那个味道 我们就先来制作千层面会需要的白酱吧 首先要先融化我们的奶油 热锅但是锅子又不能太热 因为不然你奶油一下去就会焦掉 稍微有点温度我们就把奶油放进去 奶油全部都融化了之后 离开火源然后 缓缓的来加一下 面粉进去 就可以创造一个很滑很细致的基底 先来分次慢慢的加进去 OK 在它初步第一批 分次搅拌的部分下去之后呢 你看它会很快就变成 这种膏状 糊状 它的温度我今天并没有加热 你其实如果加热的话 你可以一次全部都倒进去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加进去了 然后现在一边开始开火 它在煮的时候要一直搅拌一直搅拌 在这个同时我要来热这口锅子 把我们的肉燥跟 番茄酱一起拌炒一下 它还记得罐头怎么开吧 用一点油 现在白酱的部分好像快要冒泡了 在收汁的这个肉燥也已经好了 所以我先把它拿离开火源 在这边备着 这个状态滚起来之后 大概再煮5到10分钟 要看它的那个质感 那这个过程完全是可腻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不小心很快就把它煮到太 太干太硬了 那你就再加一点鲜奶 进去把它调和 那如果说煮好久 就是没有办法拧护起来 那就要慢慢的 再多加一点面粉进去 冒泡肉 好吃的冒泡肉 我要用木齐来试试看它的质感 那现在我把它拿离开火源 像这样它的质地就是 如果它划过去的线 不会合在一起的话 表示它的质地是对了 所以现在我要给它调味 加一点点点 在组装的同时 我们来预热我们的烤箱 放那个石材进去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用奶油涂过 就会变了 一层配料 一层面 一层白酱 然后这个步骤重复三次 千层面它是长成这个样子 一边把它都开成你的烤盘的大小 一边把它把烤盘 一边把它一满 因为有互相重叠 还是有分锋 那那个都没有关系 一层白酱 然后在第二层呢 我就要来把昨天剩的这个青菜 烤到中间的这一层 最后 再回到烤盘 最后一层白酱 Alright 这个饼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磨一些 一些cheese粉 然后把它放在上面 这个是grana 这整块的grana 现在我们用洗锅纸把它包起来 就可以送进去烤箱了 22分钟过了 我们先来把洗锅纸撕开 OK 先用搭火来烧烤 时间是5分钟 哇 这个饼 真的好强 哇 真的好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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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 哇 哼 哼 牛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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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甜味太重的食材來講 但是它如果是一個 很適合濃郁的奶香的食材的話 你真的就可以這樣子處理它 尤其是那個我今天做三層所以 最上面那個焦掉的起司 我的天啊 太好吃了 然後 濃郁之餘 因為中間第二層我加的是那個 娃娃菜 娃娃菜 媽媽我要吃 喂喂喂我會給你 娃娃菜給它一個好清爽的 那種烤白菜的感覺 白醬的確是需要一點工夫 但是它並不複雜 食材用番茄醬把它挽回之後 誰管你是不是昨天的剩菜 嗯 嗯 好吃好吃 嗯哼 天堂麵醬 我的私房料理給大家喔 掰掰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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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